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在技术层面实现了多学科专业领域技术的融合运用,自主创建战争遗骸DNA身份识别新技术体系,突破了战争遗骸DNA提取、复杂亲缘关系鉴定等关键技术难题。 我们推动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比对技术平台建设和相关数据库建设,重点开展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和烈士亲属DNA信息采集,以及亲缘关系鉴定比对等工作。 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已做好提取第十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信息,开展烈士亲属摸牌和迎回烈士遗物整理等准备工作。 对有明确身份指向信息的遗物,例如印章,要加强辩识分析,尽可能多地获取烈士身份信息。 对于没有明确身份指向遗物的烈士,我们将结合军史战史资料,开展综合分析研判,充分运用多种技术手段,缩小烈士亲属摸牌范围,提升遗骸鉴定比对成功概率, 争取为更多的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 好ma!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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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